大家好,我是队长,欢迎收看本期队长一周大事 首先,漫威方面,复联5即将开拍《奇异博士》回归 其次,复联6后黑豹将重新选角,每对4罗素兄弟回归 所外还有DC超人新照片曝光 那话不多说,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本期的一周大事吧 要说到近些年漫威最烂的作品 许多粉丝可能会在《惊奇队长2》和《秘密入侵》中犹豫不决 但如果要论最尴尬的作品 那《黑豹2》绝对会是大众心目中的首选 由于主角查德威克·伯斯曼的不幸去世 导致苏尼强行继承了《黑豹》的一波 但在结局的时候,电影却对《黑豹》的处理十分模仑两可 而这个问题似乎即将得到解决 根据外媒爆料,漫威将在《惊奇》6秘密战争后 《会特长》重新选角 消息爆出后,也可引来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 首先,大家将关注点都放在消息的真假上 因为这个账号看着很像是什么消息都在报的野鸡账号 就在前段时间还在和MTTSH撕逼 这个账号声称MTTSH曾联系他获得独家的消息 但MTTSH却表示自己从未联系过他 接着,这个账号就指责MTTSH抄袭他们的消息 而且还阴阳对方正在掉粉 这就给人一种恼羞成怒的感觉 因此对于消息的真实性其实有待考证 但这条消息其实只算是抛砖引玉 很快由业内人士进行纠正 表示漫威并不会为特长达进行选角 而是为新黑豹重新选角 至于新黑豹,这是特长达的儿子 化名为杜桑的王子特长达 他在黑豹2的片尾彩蛋中登场 但漫威将会在复年6后 为成年后的小特长达选角 由他继承父亲的一波 成为正式的黑豹 以及瓦坎达的国王 以另一种形式达成软重启 至于苏尼则会退居二线 全新的黑豹故事将由小特长达和一些新的角色组成 而这些角色实际上都是老一辈角色的影射 实际上根据爆料 黑豹2最初的剧本就是讲述特长达和儿子之间的故事 只是因为博斯曼的突然去世 导致一切规划被打乱 最终才变成了如今的局面 那对于新黑豹的规划 大家怎么看呢 根据奇异博士的扮演者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近日在采访中透露 漫威的《复仇者联盟5》将在2025年开拍 而本尼也将回归再度饰演奇异博士 而在这个消息爆出后 知名报的帐号也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透露称 《复仇者联盟5》的具体开拍时间是在2025年的1月 也就是说电影的早期筹备已经基本完成 此前就有消息说 电影剧本已经完成 并且许多演员已经收到了即将开拍的指示 如今看来当时的消息所言非虚 而就当漫威这边筹备《复仇者联盟5》时 隔壁的索尼的多元宇宙计划也在巧然推进 根据知名报的帐号透露 索尼正在秘密制作一部蜘蛛侠真人电影 而小黑猪麦尔斯莫拉莱斯的真人版将在影片中登场 目前索尼正为该角色进行选角 另有小的消息说 索尼希望周末一名25到30岁的黑人男性饰演这个角色 但索尼对此却并没有任何回应 假如真人麦尔斯真的官宣 那说明索尼的多元宇宙规划也将进一步扩大 对于这些年索尼为数不多成功的漫威项目 真人麦尔斯势必会引发进一步的讨论 但在一年想到之前的蜘蛛夫人 感觉索尼的粉丝们可能就要汗流夹背了呢 在最近举办的欧洲电影博览会上 迪士尼发表了死士3 美队4和雷霆偷空队星号的最新消息 首先是死士3 现场播放了12分钟的电影片段 得到了现场所有参会者的掌声和喜爱 根据参会者的文字描述 这个片段讲述了死士和朋友们 或者平稳安静的生活 接着还展示了死士的全套新战衣 随后还有画面特别给到了瑞安雷诺兹的松子酒 标签上还写着欢迎来到死士的健身房宇宙 而且根据导演肖恩利维透露 死士3发生在死士26年后 死士维德不再担任雇佣兵 并且成为了一名二手汽车销售员 然而他的工作干得很糟糕 生活穷困尿道 只能靠卖盲眼埃尔的降压药维生 在感情生活上 维德和凡丽莎也出现了问题 两人的感情濒临破裂 凡丽莎甚至还有了新男友 双方曾谈过数次 想要解决问题 但都收效甚微 在多种方面的压力下 现今的生活十分绝望 另外导演透露 废奇为死士3定下了一道红线 那就是绝对不能涉及毒品 据说废奇对毒品深恶痛绝 也可能是担心会引来迪士尼的不满 所以电影里不能出现任何有关毒品 或者吸毒的场面 不过允许出现调侃毒品的段子 接着是美对4 现场播放了联音队长和罗斯总统的对手戏 此外根据最新的泄露文件显示 漫威已经将罗素兄弟请回 担任美对4的制片人 此前本作就一直处在重拍当中 而这次将漫威最大功臣请回 只能说 凯文废奇真的是为这部电影操碎了心 不过也有消息说 罗素兄弟回来只是单纯挂名 并不负责重拍的制作 所以究竟是寝神成功还是寝神失败 就得看最终的成片了 不过消息还显示 漫威除了请回罗素兄弟外 还请来了美对2 美对3和复年4的剪辑师 马修施密特 负责美对4的剪辑工作 这次重拍的阵容可谓是十分的豪华 就是成片如何就不知道了 最后是雷天通宫队星号的幕后花絮 电影围绕着漫威宇宙中 一群格格不入的反派展开 他们获得了自我救赎的机会 并且电影已经完成拍摄 预计在7月的SDCC 或者8月的第2,3上 放出美对4和雷天通宫队星号的独家预告 根据外媒独家报道 漫威刀空战士难产背后的部分原因被揭露 报道主要谈到了主演马赫沙拉阿尼不断施加压力 并且项目内部的所有人都备受折磨 据悉 刀锋战士的制作源头 其实源自马赫沙拉阿尼的自荐 在2019年 马赫沙拉阿尼凭倩绿皮书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后 第一时间联系了漫威 希望出演刀锋战士 并且计划将刀锋战士达到成黑豹那样 具有种族文化标志性的影片 从立项开始 阿尼的态度就十分强硬 经常向漫威施压 报道称 很少会有演员这样对待漫威 并且从项目开始 阿尼就一直参与到创作中 2022年9月 第一任导演巴萨姆塔尼克退出 当时漫威向阿尼列举了一份新的导演名单 但是都被阿尼否决 你又是名单里的导演都没有指导过大片 所以他亲自挑选了第二任导演杨德盲热 当时距离最初的开拍档期只剩两个月 然而第二任导演杨德盲热也因为漫长的开发过程 选择了退出 原计划在2023年5月开拍 并且剧本的创作也是由阿尼指令的侦探编剧 尼克皮佐拉托撰写剧本 但后来由于好莱坞大罢工 导致电影无法拍摄 在罢工结束后 刀锋战士对编剧演员都进行了挑选 然后在2023年11月 拼请麦克尔格林加入撰写剧本 在杨德盲热离开后 并漫威又另外拼请了埃尼克皮尔森加入编剧团队 因为他最近写的《雷霆偷弓队星号》和《神奇四侠》剧本 让漫威感到满意 报道称 此前的故事设定在1920年代 米亚高斯饰演反派妮妮斯 她想要吸取刀空战士女儿的血 第一任导演曾设计了一个有关火车的巨大的场景 在剧本修改后 新的故事线发生在现代 米亚高斯依然在电影中 但是饰演的角色未知 新的剧本预计会在今年夏天完成 但是如今马赫沙拉安尼却开始对该项目失去了信心 目前官方宣布刀空战士将在2025年11月7日上映 根据外媒报道 先年85岁的伊恩·麦克莱恩爵士 在伦敦演出时 不幸从舞台上摔下来 之后被现场的工作人员紧急送医 据悉 伊恩爵业当时正出演一场打戏 在走位的时候不胜失足 从舞台正面摔落下来 万幸的是 剧院反应很及时 舞台的灯光很快亮起 四车的演员惊慌大叫 没过多久 现场的工作人员就赶来帮忙 随后现场观众被疏散 一位观众告诉记者 这一事件非常令人震惊 据说当时伊恩爵业在跌落下来后 意识应该比较清醒 他发出了难眼的哭声 应该是疼痛所致 随后他发出了求救 而这也让更多人意识到 他确实出现了意外 不过是否受伤 当时还没能确认 在伊恩爵业被送医治疗一段时间后 剧院和伊恩的公关人员联合发布了声明 表示伊恩爵业在剧院的表演中摔倒后 将在医院得到全面且迅速的康复治疗 伊恩老爷子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他曾饰演了诸多知名角色 比如X在领的万磁王 和指环王的甘道夫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即使好消息 也是坏消息的消息 根据外媒透露 伊恩爵业摔下舞台的时候 还砸到了一位女观众 因此得到了一点缓冲 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不过这位女士也因此受伤 好在目前女观众恢复的还不错 并且他还对这次经历 给出了幽默的评价 他说 被灰袍甘道夫砸中 你简直无法想象 也真心希望老爷子没事吧 根据最新的报道 DCU的超人 终于流刷首份有超人的片场照 在这边星球日报的报刊栏上 可以看到 大卫·科根斯韦所饰演的超人 出现在两张报纸上 分别是超人栏下一辆失控的列车 以及超人使用冷冻呼吸扑灭火灾 而且星球日报的报道编辑 正是超人科拉克·肯特本人 和隔壁蜘蛛侠自己拍自己比起来 超人自己夸自己似乎要简单一些 而超人栏下列车的照片 这则是吉米·奥尔森拍摄的 造型还致敬了超人四季 在最新的照片中 超人和卓越先生也都亮相 可以看到 新超人穿着红色四脚裤 卓越先生也十分还原 另外片场还出现了大都会音报 这是星球日报的竞争报社 而在消息栏里 还能看到莱克斯·鲁瑟 获得阿尔凯恩天才学奖 而这个奖项的名字 也是沼泽怪物的反派 安东·阿尔凯恩 漫画里是一位高智商科学家 消息栏还有科克斯工厂招工的消息 而科克斯则是火星恋人 喜欢吃的一家饼干的品牌 此外还有一段片场视频流出 是军队入驻大都会 视频里还能听到 持续不断的警笛 气氛十分肃杀 鉴于在新超人的世界观里 超人类已经随处可见 这里的军队很可能是对付反派的 另外 超人也将在明年7月11日上映 那以上就本期周大师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喜欢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